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比那种像人 人模人样的那种变形金刚要来的好一些 而这款玩具恰巧也是非常符合我个人的一个审美 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首先是盒子外包装方面 盒子正面是一个编号SS47的高塔绘画图 我请大家认真地看一下这个高塔的一个细节 因为这款玩具我是有进行了一些小范围的旧化干扫 还有一些头雕的补色 所以与原色是有些不同的 侧面可以看到这个脸蛋是明显是银色的 给各位看一看 另一侧也是一个大地神的合体罩 后面就是载具人形相应的45 46 45我们已经做完了 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模具 46我还是没有拿到手 等拿到手再与大家一同来做一个分享 由于是一个3C版本 还是有相应的一个狗皮膏药 背景板方面也就是编27金字塔的一个样子 可以与食物进行一个简单的搭载了 其实没有什么过多讲的 只评了两张 一张中文的一张英文的 翻译过来是加强级的挖地虎高塔 整个的变形算是非常简单 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人形 整个的人形是我个人非常满意的一款玩具了 为什么 是因为它的这个人形足够怪 足够的有意思 首先呢 这个造型呢 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腿部呢 就这么样摆在面前 手部呢 就是这么两只小短手 脑袋部分呢 是比较突出啊 它是两段关节 一段两段 然后呢 根部的关节是一个球形关节 首先呢 是头雕方面 这一次头雕呢 原先设定是黑色的版本 拿到手呢 也是一个黑色的 我是涂装了一些银色的漆面 把眼睛部分呢 是有金属红色的涂装 整体的效果呢 更还原和绘里的一个造型 脖颈的部分呢 细节方面呢 是有一段的延伸 这个位置呢 也是有一段的活动性 所以呢 你看这个脖子 可以做成这种 东海归成像的一个感觉啊 非常有意思啊 这个部分是有一个 类似于造型的架子 这架子上面呢 我也有一些金属银色的干扫 看起来效果会好上不少 然后呢 里色呢 是这种铁灰色的涂装 这个成型色呢 就很好看 这个料子方面呢 我要多说两句啊 大家可能吐槽说 我前两期做KSI Boys和脱斗的时候 说这个料子不好 非常软 那我说实在的 我手上摸到这款玩具 料子它就是软 那我也不能说它是好的 或者是说它硬啊 然后呢 其他的小伙伴呢 也有说 我摸到这个料子不软 或者细节不肉啊 那可能是咱们的见解不同 所以呢 我也没办法确定 你手上这款 和我手上这款差异性大不大 我只能说 我手上这款呢 只能做于 我视频里啊 手上的一个展示 OK 这个高塔架子的这个位置呢 也是一个可以插拔的 我们把它按下来 盒子里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是单独的一个零件 我们把它安装上去之后呢 给它卡住 这个位置呢 整体的活动性呢 是这么大的 你可以把这个地方 稍微往下压一点 这个活动性呢 会更大一些 这个小爪子的部分呢 是一个C型扣 这个也是一个变形需要 所以呢 一会儿来做一个展示 活动性呢 算是这么大吧 整个的爪子 这个地方是偏松一些啊 然后呢 腿部这个关节呢 是非常丰富的 首先 整个的根部 是一个关节 然后呢 腿部的外打 可以打到一个平举的位置 算是非常高 在这一侧 也有一个平转关节 整体的效果非常好 然后呢 这个位置是一个活动关节 大约的活动性呢 就是这么大 然后在这个转轴 一段两段啊 两段式的活动关节 然后呢 在这个转轴 又有一段活动关节 这一侧呢 也是支持一个 360的锚钉关节 履带部分可以平打 也可以立起来 注意的是 一侧履带呢 是有小齿轮 另一侧呢 是没有在把玩的时候 还是要看好啊 不要整错的 在变形的时候 还是很容易犯迷糊的 整体的细节方面来说呢 这一款的细节 不算是非常多 增加了做就之后呢 会显得细节多一些 然后呢 这个位置的灰色部件呢 是一个结合手臂的一个部件 当然呢 你愿意这样放 或者这样放 都是看你个人 我自己呢 是随意的就放一放 这上面的一些塑胶原色呢 我是进行了一些扫银 所以呢 整体的旧化效果呢 会更浓一些 对于这个玩具呢 变形真的是很简单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首先呢 是这里面的这个部件 我个人习惯是把它往上提 这一侧呢 把脖子缩下来 这个大脸呢 一定是平压在这个位置 从侧面来看呢 尽量是让脸不突出 这个位置呢 就做对了 这个位置呢 是有一个倒钩卡扣 在把玩的时候啊 这个倒钩是这样往上顶的 所以呢 把玩的时候 还是要稍稍的 错点劲儿给它拿下来 可以看到 这个倒钩虽然不细啊 但上面还是有一个小钩 卡开之后呢 我们把它往内折 在折到这个位置之前呢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一个长方形的凹槽 这个凹槽呢 是跟这个家伙做一个结合 所以呢 我也没有什么窍门 你怎么样拧 你可以找到 相应的卡扣位置点 你这样是能卡住 卡在这个位置 这说明你变对了啊 这一侧呢 也是一样啊 卡扣 还是同样的啊 你可以先拧 拧到一个相应的位置点 把它这个地方卡住 各位朋友能不能看清 在这个地方啊 卡住 这地方卡住之后呢 你就已经做到了一定的锁定位点 然后呢 这两侧各有一个卡扣点 这个位置 然后下移 下移之后呢 这两侧各有一个凹洞 在这个位置 你这个时候呢 你可以先变住一侧的凹洞 哎 这样变着 卡进去 另一侧呢 再顺势的按压 这个地方就卡住了 在卡住的时候呢 你要确保 上方这个卡扣和这个卡扣 是否都按压齐了啊 这个卡住是很舒服的啊 不是像拖抖那种容易崩开 这个地方只要你做对了 你知道按压之后 很稳当呢 就可以卡住 履带的部分 打平 OK 顺势呢 就往上推 这个位置呢 你看 你看正常的 你就这么样打平 就非常好推 这个里面有一个卡扣 在这个多段关节里面的卡扣卡槽 合上 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啊 长仓形的凸点 与里面的凹洞 这样卡住 这一侧呢 也是一样 履带打平 顺势啊 你就这样转过来 你看 就可以了 没有什么难度 把这个地方 适当的压一下 这个位置 密合一下 OK 如果说 这两侧呢 不平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这个小爪 你要把这小爪 收到这里面 这一侧呢 也收到这里面 把空间呢 让一让 稍稍稍微的压缩一下 然后呢 这个地方 就这样平放着 掉钩 就这样放置 然后呢 这一侧 把卡扣 让卡住 整体的流畅度呢 还算是可以啊 稍稍呢 是有那么一丢丢顿感 但整体呢 是不影响的 然后呢 这个位置 我们来看一看载具 其实这款玩具的载具形态呢 细节真的是非常少啊 可以看到 这个简单的勾勾画画 跟其他的SS一比啊 这细节是差的不少 驾驶舱的部分呢 是有些偏金属蓝色的一个涂装 上面呢 有些黑色的涂装 整体的效果来说 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位置 你可以稍稍的把它 往下一点移 还是一样啊 就是如果你这个位置锁定住 它的活动性呢 是有所影响的 但是呢 你这个位置呢 稍微大一点的话 它活动度呢 甚至会更大一些 这就是这款玩具的一个相应的优势 那最后呢 我们再来看看 这款玩具的一个组合形态 整个的载具呢 变成一个组合形态 真的算是非常简单 首先呢 你要把这个结合关节 也就是与手臂的结合关节 这个位置拉开 然后呢 把脖子这个地方 稍微让开一个位置 把这个地方 给它结合下去 这个地方呢 是与费渣那个手 这样做一个结合 这个位置呢 我们给它拿下来 一会儿呢 我们再来做一个展示 履带这个部分 顺势啊 给它打开 可以看到 这个里面有一个凹洞 这上面呢 是有一个类似于 勾的一个部分 我们把这个凹洞 和这个勾子啊 给它重新的安装上去 就是这样安装 这个位置呢 也是做一个相应的 这样勾上去安装 这个位置安装好之后 最后呢 把脖子这个部分 给它拉伸出来 把脖子的脸部朝下 通过这个C型扣 也就是这个C型关节 我们把这个地方 给它勾上去 这时候 把这个履带 可以自行的稍稍调整一下 整个的手臂的结合位点呢 就算是完成了 其实这个玩具 说怪也怪 说不怪啊 也不怪啊 对于这个整体的组合形态呢 其实我个人理解 就是越破碎越好 所以呢 其实你像我个人 如果再这样碎一点的搭载 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履带呢 稍稍再折一下啊 这样是会看起来更加破碎 当然咱们现在也不知道 大地神最终组合形态是什么样子 所以呢 我们一起拭目以待 看一看最终效果的大地神啊 究竟是什么样子 OK 那这款玩具呢 我个人呢 是非常非常喜欢 第一它真的很怪 第二呢 它整体的变形呢 也是非常有特点 也非常好玩 其实我个人是偏爱这款 但是对于拖斗那 我个人还是持有一个态度 就是那个料子啊 真的是不怎么地 这款料子是真的很不错啊 OK 那最后呢 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分享 感谢各位的收看 咱们就这个样子吧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